那我们开始吧 欢迎大家来到POSA的触用选择 阿巴奇POSA是一款 零元生分布式的消息流 消极事件的平台 它应用于各行各业 比如说机费 游戏 IoT AI 然后事件 平台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 来自腾讯机费部的专家 努德志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 阿巴奇POSA在腾讯机费平台的 应用事件 下面舞台交给努德志 好 各位线上的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的 今天能以这个线上的 这个形式来参加 阿巴奇大会的分享 首先做一下简单的 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于 腾讯 技术工程事业群 我的名字叫 努德志 那加入腾讯以来的话 一直是从事 腾讯机费 相关的一系列 工作 而是专注于 信任机 公公室 组件的一些开发 主要包含了一些 主要包含了 公公室事务消育 队列和 交易引擎 价格的设计和研发 对于 公公消育队列的领域 比较感兴趣 目前是主导了 腾讯机费的 消育准备的一个落地 参与Apache Portal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建设 目前也是 提议机技术委员会 消育准备线 成员之一 那今天给大家 带来的一个提供是 Apache Portal在 腾讯机费的 一个最佳实验 首先来介绍一下 腾讯机费 到底是干什么 那腾讯机费的 产品也就叫 米达斯 一个米达斯品牌 那米达斯的话是 顾巴瑜就是 支撑腾讯内部 业务轻易营收的 一个互联网 机费平台 其核心是 帮助用户 与产品安全便捷 去完成 这个支付和收款 在交易过程中 来帮助这个产品的 营收一个最大化 那如果是把腾讯 比例于一个范点的话 腾讯机费就相当于是 门口 柜台的一个收费平台 那您可以用这个 微信支付 银行卡 苹果支付 QQ钱包 以及说充值卡 比较券等其他方式 来在饭店内 进行一个消费 那这里包含了这个 2C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应付 往自己的 QB账户进行充值 或者是在游戏中端 去购买 道具 游戏币 比如说完整容疗里面 去购买英雄和皮肤等 那也包含了 这个2B的场景 比如像这个广告主 网红主播 腾讯营客户的一个 扣款和收费 以及对于一些 开放的一些平台 比如像高速公众的 ETC扣费 以及像学校的 微效益卡通等这些 服务都是基于 这个米纳斯这个平台 来实现的 那从目前的收入的 一个统计来看 促改了90%以上的 内部的一个实施交易 以及全部的 结算和出账的场景 那其中在账户托管方面 规模已经达到了 360亿的一个账户提高 那下面的话就是 这个米纳斯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架构图 那目前的话 已经是一个 要完善的一个 真正化的一个设计 那从上到下的话 分为这个商户 和用户测介入的界面 其次是商户 用户的一个接口层 还有这个计费的服务层 然后是计费系统层 最下面的是 计费的一个核心技术层 那本次设计的正点 主要是在红色的部分 那也包含了两个组件 一个是叫TDXA 一个分布式事物框架 和TDMQ消息增件 对 那下面我们来详细来 去介绍这两个事情 那在介绍之前的话 我们 都在淘宝或京东去 购买这个东西的一个经济 那都会说 经历把货品加入购物车 然后点击结算付款 参加发货 确认收获这些过程 和我们的业务 我们业务的一个机会场景 和电商购物也是类似的 那也有这个下单 价格计算支付 发货这些过程 但有所区别的是 电商更多的是 每个环节是由用户 去主动触发的 和我们的用户 在客户端的一次点击 由后台把这些环节 自动地完成 比如还是以刚才这个 王者龙耀的购买皮肤 这个为例 那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 但选择这个购买 像点击购买 然后会进行一个 一键支付 也不需要去 触发这个 扣款的这个 这个页面的一个处理 那他直接就把这个扣款 发货一键给你 全部处理完 那这种方式可以 大家降低应付的一个 购买时间提升 进口的一个体验 但是对于 在如此体验 体量如此庞大的 这个腾讯机会场景下 那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 怎么保证这个付款和收获 的一个一致性 并且对于腾讯 具备的这个交易系统 它逻辑是非常多且复杂 那通常现在覆盖了80多个 特意窘益的这个渠道 300多个不同的一个业务逻辑 那单个支付逻辑通常会横跨 几十个不同的一个 另外系统 那这会导致更长的一个 请求链行 更多的一个异常情况 尤其是在我安乐延迟的 情况 比如说像海外支付 这些场景 那以及随着业务系统的一个发展 会不断的有工作上的一些新旧 新旧交接或者新功能的上限 那如何去加强 这个逻辑的一个可管控性 做到一个第三手好用的系统 来降低开发门槛 减少这个错误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其次的话是机飞系统 基本上是要求全球部署 需要一级多活来保证数据的一个高可靠 避免城市级别灾难导致服务不可用 要求就是七成二四小时五间断服务 这对系统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那以及说在这个包月的场景下 比如说这个包月的一个暗期扣费 比如像腾讯视频的一个智能续费 那这需要是在指定的一个时间段里 去进行一个扣款的操作 通常这个量点是非常巨大 也是一个定时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定时操作 那另外的话 对于机飞系统一个很重要的模块 就是对战清算 那越早能发生问题 就越早能减少损失和投诉 那最后就是对于这种大促销活动的时候 还要求我们系统可以根据业务的范围 能弹性的伸缩 来应对这种请求补充流量的一个产品 那为了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那腾讯既被自研了一套 交易控制解决 交易控制解决框架TTXA 那致力于是解决交易过程中的 一个应用程逻辑的一致性问题 核心是借鉴着两节段提交的一个事项 架架图如下 在图中间 TM是封公式事务的一个管理器 作为TTX的一个控制大脑 它采用的风扇模式来提高高可用服务 支持纯接口的调用 比如TCC的模式 也就是Try, Confirm, Console 以及和DB的一个混合事务 那借助协程逸步框架 TDF和TT Circle 可以高效地去支持 支持整个公司的一个计费的业务 那左侧的是一个CM 它是TX的一个配置中心 那CM引路是具有 跳转控制界面的一个注册机制 它即时去构建事物流程的有项图 那可以去自动地对流程的一个正确性 和完备性进行一个检查 并在图形界面向用户进行展示 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图形去进行一个管理 那在右侧的话 TD Circle是腾讯机会自研的一个金融级风扇式数据库 具备强一致高可用 全球部署价格风扇式水平扩张 高性能企业级安全等特性 为应付提供完整的中路式数据库解决方案 那最后的是TDMQ 它是基于Porsal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消息堆裂 是交易引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TX提供高一致高可用的消息通道能力 结合事物状态表最终对各种异常进行一个收敛 下面是腾讯机会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架构图 腾讯机会目前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机会系统 例如在内地重点就是部署在深圳和上海 其他有香港新加坡等地 那在整个机会流程中 TX是负责整个交易的一个管控实现 整个流程的高一致提升系统的一个轮错性 那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TDMQ主要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系统间的这个异不通信 譬如交易引擎和交易扣款渠道的通信 以及说返现结构的一个通知 实现流量消风和系统接熬的能力 第二是系统的异常处理 当发生接口超时的异常后 TX会自动将当前交易状态作为一个从事消息 写入TDMQ 由TDMQ来负责交易的后续执行 确保最终的一致性 第三是数据的一个强一致同步 当前机会部署多地 下层数据库的日子跨层复制是通过 主要是通过TDMQ来实现高可达 那这里要求即使一个地区 网络网线中的数据也是 就能一致和可靠有效的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程序机会对MQ的话 要求主要是第一 有跨地域高一致高可达 具备农灾能力 在异常情况下能够自动修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计飞系统 第二是具备海量的堆积能力 在大促销活动时 能够能纳红风流量 以及支持海量定时消息和海量TOPIC 第三个是为了保证交易的一个应务体验 要求MQ能提供平滑的一个响应时间 不能存在太多的一个毛质问题 第四是交易处理逻辑 通常是非常耗时 通常在100毫秒以上可能更长 那需要支持消费者数量远大于分区处 来满足这种生产和消费数量不PK的这个场景 第五是在运回上面能够更方便 和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协议 比如像支持卡不卡 远程支持卡不卡协议以及MQP等 那经实际的这个评估和调研之后 我们方的Posal的功能是对这几项支持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具体来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 采用了QROM策略通过RedQROM和SKQROM 来保证一个分布式消息堆裂的一个副本数 和可靠性方面 产业值写入的一个应答数 一般是要求半数以上 同时是要求消息一定是要持久化到磁盘产算成功 保证了一个消息不丢失 那在性能方面 Posal采用的是PAPROM的这种 存衣服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 通过顺序写和调态化写来 降低整个磁盘IL的一个压力 多种缓存 可以减少网络请求 加快一个消费的效率 同时存储计算分离 是Posal最大的一个亮点 可以按需进行一个容量伸缩 以及分片的存储方式 可以更均匀的去利用磁盘 同时在扩容方面也是非常友好的 那不会出现内随卡 因为某几个分区 数据把某些节点机器的磁盘 显满的情况 那比如在我们之前 很多场景是有要求数据保留7天 那这样很容易就会 会把当前某些节点的磁盘显满 那对于这种情况 基本上卡不卡就需要去扩容 那这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你就需要去手段去平衡数据 那这个过程通常是比较漫长 而且需要任务能源去大量的手动操作 去增加系统出现问题的一个风险 另外 Pozo还支持跨地域复制特性 所以机会选择 最终选择了Pozo来构建 整个机会的一个基础消息总线 那目前 米达斯覆盖消息队列的场景 主要是在在线交易和离线 总计分析上 在线交易主要是包含这个事务破产 比如交易超时发失败等场景 以及秒杀团告 系统通知等 离线的话主要是包含了实时对战 那这个对于数据的实时性和移植性要求都非常高 还有是监控告警和推荐 推荐画像构建的这些场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ozo的一个跨地域复制的能力 那对于跨地域复制 我们是利用了这个Pozo的一个两种策略 一种是跨城市的一个同步复制 另一种是一个异步复制 那跨城市同步复制 这种方式是将Bookie这个存储集群 采用这种跨城的部署 通过设置地域杆子的配置 来确保说选择节点时 是由多地的Bookable节点组成 来提升数据的整体的一个可靠性能担心 那这种方式的话 写入了实言是需要一个跨城的访问 那对于能担要求比较高的 比如像账户数据的同步 那我们是采用这种方式 另外一种的话是异步复制 比如说跨地区跨国人场景 因为网络稳定度及10号因素 是不确定的 通常也是可能大于100毫秒以上 甚至会更长 而采用的是不准两套集群 那集群间的话是采用异步的一个复制的方式 同时对于这个异步复制方式 去构建这个组备集群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场景 那对于Porsal是原生能支持的这一能力 而像其他的MQ 比如像LocomQ或者Cupca 那需要业务去自己实现这个逻辑 那相比来说的话 Porsal是能提升用户的一个使用的体验 对于直接同步的方式 可能会担心性能的问题 但之前提到 因为Porsal完全是一个异步的 一个Pineplan的图解设计 以及说在内部的日子负质方面 中共利用了职门的一些特性 那基本上整个流程是没有明显的卡点 而我们的性能测试结果是 对于同层的商户部分 我们可以达到36万QPS 而跨城的深圳和上海 那时候在30到50上面 性能也可以达到18万左右 当然这个其实是很依赖于 当前的一个跨城的一个网络 那尽管相对同层降级百分之二 但也是完全满足我们实际的一个需要 那相对Cupca主要是 考虑着高冲突的一个异步写的方式 性能可以达到100多万的QPS 那是Porsal同步写的一个两倍 但是一旦开启了同步写的模式 则只有10万不到的一个性能 那这对于这个交易场景是不太适合的 可能可以优化去解决 但是同步双线应该不是 Cupca主要考虑的一个场景 那Cupca最初也是为了高冲突而设计的 Porsal最初就考虑了高一致的场景 所以两个MQPS各有所长 那对于我们真正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TT社会 它的一个跨城的数据的同步 就是基于这个Posal 跨层复制能力来做 然后对于数据库的 这个数据成功 数据的一个复制 比如说像MyServor 因为TGServor它内核 也是基于MyServor来做的 那像MyServor的话 一般会有一个 记录的一个Binglog 那会按照事物的 一个提交顺序 将它那个改动 写入Binglog文件 因此可以按个Binglog文件 记录事件的一个顺序 进行一个创行的重换 原端和目标端 数据库实力状态 最终一定会达到一致 但是创行的这个重换 因为这个速度慢 在遇到如此批量更新 大的事物时 容易产生较大的一个 同步实验 适应不了对数据库 实质性较高的一个 同步场景 那Posal提供了这个 顺序消息和分区topic的能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 每个盘记录的这个表明 和组件值进行一个哈欣 来将如果拆分成 多个分区的这个topic和堆裂 来实现一个高并发的一个复制 充分利用机器和带宽资源 同时产用消息流 批量压缩的方式 进一步去利用带宽 因为在MQ测试中 瓶颈基本上都是在带宽这一层 来提升整个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速度 那最后就是在消费端的时候 执行博物需要去做程度检测 因为后来可能是在多线层里面去执行 来确保数据的一个正确可靠 那实践的结果 从深圳到上海 数据复制的数据 可以达到10万的特别延迟 延迟在30毫秒左右 那基本上等于网络本身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对于MQ测试 我们其实也遇到一些问题 那下面来分享我们具体的一些 遇到哪些问题的改正措施 第一个问题是性能问题 比如说当消费 消息对立的topic交小时 因为默认生产和消费 只能在leder flow上进行 那会导致一个性能单点 同时对于这种跨地域场景 如果消费只能在异地进行 则时间会比较大 性能也会降低 以及还有在这个我们交易的数据 数据同步时 通常是一份数据需要 为3万个业务去提供消费能力 那这样会让这个ledbroker 这个负载进一步的加剧 那对于这种 这个问题 那我们跟社区 也提出了这个ledown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利用其他的一个 子徒的broker 来处理这种消费的一个请求 而去不影响这个 降低这个血的这个broker 这个负载 对那可以去大提升性能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变化处理能力 以及降低这个消费这个时候 那能够做到这个 ledown的broker 也是得益于这个 Postar本身的一个计算存储分离的架构 那像Lokermin Kafka 单体的结构 目前 应该还做不到这一点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那首先 需要把topic的 原数据 同步过来 因为能够在 子足的broker上去找到 该topic去板定的 板定到这个broker上的一个 ledown集合 因为topic的一个数据流 是由一组有序的ledownID 序列组成的 那有了ledown原数据信息之后 比如说某个ledown的数据 是起到哪些broker节点上 比如说商户 我们就会进入三个broker节点的一个地子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指定的这个broker上 去读取数据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去 怎么去读数据的问题 对于一个topic 它只会有一个ledown处于一个open的状态 那接收最新的一个写的请求 ledown在某些情况下 会做切换 比如说当前ledown的数据已经写满 或者不可以出现这个故障 发生切换等 那么对于历史的这个ledown 会处于一个cross状态 这个ledown的数据是不允许再修改 那这个特性的话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closedledleder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方便地进行一个迁移 那这也是说在数据修 修复时会比卡报有更好的一个灵活 更友好的一个原因 以及closedledleder可以安全地进行数据读取 不需要考虑一个异常的情况 那对于只读broker需要考虑是对于open情况下的一个leder 他怎么去读取他最新的一个消息ID 因为对于最新的消息ID 只有这个lederbroker才知道 只读broker他是并不知道的 因为因为这个消息是由这个lederbroker去生产的 他只能知道最终是否写入最新的这个消息 哪个消息ID是写入成功还失败 因此lederbroker是需要将lastconformID来实施同步给节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让这个指图的broker 能够去读取到他最新的一个消息 但这里的问题还有就是 因为要及时去同步lederbroker的一些状态 那这里可能会因为同步不及时或导致消费编慢 那补救的办法是 如果lederonly消费不到 那可以再次切关到lederbroker上去消费 那这里就还需要去让指图的消费端主动去同步消息偏移量 也就是message offset去同步到这个lederbroker上去 那这个方式可以去比较好解决 所以可能消费大量消费者 这个被这个broker造成一个瓶颈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第二个问题 那对于交易的话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RBC调用 那这里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性能不疲惫 需要授权或隔离 以及应用协议统一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能将RBC也能通过MQ来完成 作为一个统一的消息总线 则这些问题都能引论而解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的做法就是在MQ里面去增加一个request reply的模式 当调音方生产时得到的响应 不光包含反应 还有消费者的一个具体的响应数据 那这样的调音方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都通过这种调音MQ方式来解决 那MQ作为一个中间人可以解决授权 协议部匹配数据部匹配等一系列问题 那对于request的模式 实际的一个被调者是承担着消费者的角色 在消费确认时需要附带返回的一个数据 当然消费者也可以不附带数据 而是重新生产一个消息 那在broker内部则会建立按Session区别的一个内部细分对联 那实际做法是说在消息头部去放一个TailingTag 这样的话就可以区分不同的一个调音的 以便数据返回到原始的一个调音方 那对于request onlybroker 因为它不能实际生产 那会提供消息层发的一个支持 在发便客户调用时降低时 比较一般broker间的网络就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问题是说 在我们在这个交易对账批处理的方式 批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发现数据在路库存在这个部分错误时 该怎么去修正的一个问题 而且通常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会有大量的这个错误已经写入了 那这时候一般的做法就是 立即去修复生产端的逻辑 先把后续的这个数据修复正确 但历史的修复数据怎么去修改了 那一般是需要采用另外的一个工具 将输出的数据再修复 重新入库到对位 而消费 消费者还在 但是对于消费者 这个可能还在消费这个错误的大量的错误的数据 会导致大量的一个报错 而且对于这种错误的数据通常也会导致说 它的消费速度10号都会变长 那对于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做法是去修改它的一个offset map 从内能匹配出消息区间之后 直接将 直接将这个有问题区间的这个消息 直接给过滤掉 那这样的话 对于其他的消费者 消费者就可以直接跳过 那修正后的这个数据是需要重新生成 但为了这个避免对列过长 导致放在尾部消费延迟 那可以去放在一个逻辑的优先对列 更高的一个对列里面 那这样就可以去实现对列的一个快速修改 和被暂时换出和暂时消费到的一个能力 第四个问题是 我们要支持更多的一个协议的接入 在实际实际中 目前Potter是提供了比较完善的这个Java的SDK 以及Go 那像其他的SDK的这个能力 它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 或者完全是对等的 对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希望是可以提供一个更简单的 比如像Restport的方式来处理 对方便像其他的语言 比如像PNP这些语言来一个揭露 那对于这种的话 那我做法也是增加一个Proxy层去支持 这个Restport的协议 那这里Proxy的一个实现问题 其实和Potter的一个brook一样 那是Proxy间如何去消费均衡的一个问题 但Potter有SDK的协助可以更容易的去实现 一些访问间的均衡 以及JavaSDK目前是可能最全的 可以很快的去集中 它的最新的一些特性 但对于Potter来讲 比如像其他的MQ 比如像LockyMQ或Cauca 它在实现这种能力的时候 它需要考虑的是 如果是模仿不均衡的情况下 那数据消费不到的可能 不到的可能是会存在的 这里是因为比如像LockyMQ这里 对于对立的消费 它是一个均衡的分配 也就是这意味着 如果是说我有两个Proxy 那这必须来两个Proxy去均衡的去拉取 因为它会 比如说我现在有四个队列 那会把两个队列放在一个Proxy 另外两个队列 那另外的一个Proxy 对那如果是说我们 如果是说对像LockyMQ这种Proxy的话 它如果是两面不均衡的去来获取的话 就会导致某一部分数据 它是获取不到的 对对于Portal它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是任一个Proxy 它都可以进行一个全样的消费 这也是跟它的Portal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模型是有关系的 它的消费 它的客户端会把 它所有的这个地域的招费 都可以监听上 那对于这个Rust4揭露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拉取消息和确认消息 通常是一个逆步的请求 而且通常还是个短链接 那这会出现 只拉取不确认的一些问题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通过去 控制消息的一个缓程周期 比如说它拉取之后 多长时间没有 没有在确认 我们及时地把它进行一个规环 把它放到一个层次对电来 重新再推送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对于Portal来说的话 它其实对DK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依赖 从目前这个Portal的一个结构来说 它目前是有三块的数据 三块的数据是依赖于这个DK 第一个是Buket的集群的一些 这个Ladio的一个原数据信息 比如说它的一个分片数据 数据是可以放到一个DK里面 那以及说像这个Block端的 一些这个Topic的信息 还有它订阅的信息 这些也是放在一个DK里面 以及还有一个就是全局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它的一个三处策略 这些方面是放在一个DK 也就是说对于Portal的话 它可以是依赖于三个DK 最多可以分散成三个DK 但这里给一个建议 我们一般可能是说 把它所有的数据 很多是依赖一个DK里面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对于这个 Portal会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那因为如果是这个DK出现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说整个这个Portal的服务 会出现这个不可用的情况 那么我们建议是需要把它的一个DK 给一个分散的一个部署 那我们从这个部署情况来看的话 依赖最强的就是在Broker这个DK里面 就是它的一些topic的一些信息 还有消费者 以及说Broker类的选举的一些操作 那如果是这个DK出现的问题 会导致说整个集群会出现 不可用的一个情况 而对于其他的这个DK出现的问题 它是还可以再继续服务一段时间 只要它的这个不发生切换 比如说像这个分片切换的时候 它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比如说添加这个生存的消费者 不添加生存的消费者 它当天的存量的生存和消费 也是可以使用的 对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对Broker这个DK的问题的话 目前的话我们经验来说的话 首先第一是一定要去 对这个集群进行一个限制 包括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流量上 Broker的流量上 以及说Broker上的一个 TOPIC的规模 出库的规模 还有这个消费者的规模 都要去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控制 目前从社区来看 现在最新的网络也是提供了 这个按TOPIC的级别来进行一个流通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力 其次的话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是说当这个Broker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对Broker成的这个它的一个操作 其实也可以参照像Broker它的一个策略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Broker这个块之后 里面的一系列的一个切换性的这个操作 我们都让它静止 那维持它目前当前的一个状态 就其他的比如像Broker的选举肯定是不能进行的 以及说我添加一个生产消费者也是不允许的 但是我允许它当前的这个生产消费 如果还是可以继续 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去大提高它的一个可用性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现在也是跟社区就一起在 攻克这个难题 相信说把这个工作整个这个PASA的一个可用性会 再提成一个台阶 那最后就总结一下来说 其实PASA是在高预测产品的性能表现的时候 还是非常优异 目前是已经在腾讯内部是广泛使用 比如说腾讯 腾讯机备金融 以及说在内部的一些大数据场景也在使用 原来大数据场景主要是基于这种QP的模式 那目前 性能也是比较接近于这种卡不卡的模式 另外我们也是 深信在社区和广大开发者爱好的一个共同努力下 那PASA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开启下一个这个民营延伸 下去有了一个新天章 最后再打个广告就是夸张的一个Submit 在10月份也会举行 那欢迎大家也来分享或者是报名参加这个会议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刘德斯的分享 那向大家对这个分享有相应的问题吗 现在可以提了 OK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腾讯计费其实它体量还是蛮大的 对高一致的需求也挺严苛 然后那前期呢 其实卡夫卡比PASA来说呢 应用范围更广泛 我想知道你们在开始调研就不同的MQ 比如说卡夫卡呀 PASA 有没有就是说深入细致的去做一些具体的测试 然后看哪些能够完全能够满足你们的高一致的业务需求 能把有做过吗 对 其实这个选择MQ 我们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这个调研 其实在这个行业内比较出名的可能就像一个是卡夫卡 还有一个像阿里的RockMQ 那这两个其实现在都是阿帮奇的一个顶级项目 对 相比这两个的话 对 卡夫卡首先它是一个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产品下 或者是高通度的这个产品下 它其实在这种高位置的这个或者金融产品下 它其实首先阿里也是比较少的 其次的话是说它的一个机制的话 从我们测试结果来看的话 也是有一些欠缺吧 相比之 对 它的一个之前美国分享也是说 它的这个高一致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性能会差别很大 对 会给Korzai也会差别很大 对 那对于像若卡夫Q的话 它本身它也会有一些问题吧 比如说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商处吧 以及说它之前都还没有这种叫组备切换的能力 应该是在最近的版本里面才会体验这个能力来 通过这种RAC的协议来做一个这种准备切换的这个 对 那所以说当时考虑其实就成整个这个 它的一个一致性还有可云性方面 就发现这个Korzai其实还是在这方面 就它的一开始这个设计里面就是比较去满足我们这个需求 所以最终去选择了Parser来做这个事情 那经过这个时间证明也是Parser是可以满足我们这个需求的 对 好的 非常感谢多次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分会场就暂时先结束 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先退出 完了之后我们下面有一场叫另外一场 大家可以进入另外一个sessio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